成风破浪的姐姐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追 曾哥今天要聊的是一位成风破浪的弟弟 成风破浪这四个字就是出自他的口中 他的名字在王博的藤王阁序里出现过 可以说是王博的偶像 王博是这样写的 有怀投笔,目中阙之长风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有班超那种投笔从容的豪情 也有中阙那种长风破浪的志向 能担得起心高气傲的王博的偶像 那自然也不是一般人 这个中阙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一个长盛将军 中阙十四岁的时候就凭一己之力 接退了到家里抢劫的盗贼 他的一生战功赫赫 最有名的一场战争是攻打南方一个叫林异国的小国 当时林异国的国王养了一只相军 就是把上百头大象组织起来 让他们身上披着铠甲 遇到敌军来了 就驾着这些大象冲锋陷阵 中阙所在的宋军也因此吃过败仗 后来中阙想了一个对付相军的办法 让人制造了一批假狮子 然后推到镇前 你不是有大象吗 我有狮子 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 林异国的大象见到这些狮子 吓得四散溃逃 中阙就抓住机会大破敌军 收服了林异国 中阙出生在书香门第 叔叔是著名画家钟炳 但是中阙从小就对五文弄没兴趣 他的心里有个武侠梦 平时就爱耍剑玩枪 因此乡亲们都觉得他是个问题少年 叔叔也看不下去了 有一天就问他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中阙这样回答他 愿成长风破万里浪 这话口气可不小 但是叔叔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导师 并没有被这句话给唬住 他对中阙说 你小子以后要是没出息 就一定是个败家子 没想到中阙长大以后呢 却一路乘风破浪 成了一代名将 中阙很幸运 小小年纪就知道自己想干嘛 而且能够立下志向 勇敢做自己 乘风破浪 因此也用来比喻远大的志向 和不怕金兰勇往直前的豪情 就连大诗人李白也渴望这样的人生 不信你看他的这两句诗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用现在的话讲就两个字 开挂 渴望开挂的人生 就得有点成风破浪的精神 就拿成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来讲 他的看点之一 就是让那些功成名就的艺人 再次挑战自我 尤其是需要姐姐们克服各种自身的弱点 承受压力 付出努力 最后才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了 祝你获得成风破浪的力量 迎娶开挂的人生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分享点赞加关注 我是曾哥 我们下回再聊